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派出所待了一个晚上 一直等着 中间有人来问我 是不是知道孩子的事 我说不知道 只听说犯了刑事案了 第二天白天 来了两个上海人 说是上海的公安人员 让我上了辆潜色的面包车 车一直往前开 我说你们要送我到山里头去 他们开到一个大门口 我问怎么这像个医院呢 他们说这就是医院 我说我没有病 他们也不回答 叫我换了病号服 这里面没人叫我王静梅 都管我叫刘雅玲 我说不知道为什么把我放到医院了 律师也不回答 他不提杨家的情况 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们是给杨家辩护的 但他们只是争先恐后的 把律师证递到我眼前给我看 要我签委图书 我觉得很为难 也没办法了 就只好签了 但两位律师走后 咬了音乐 大家伙继续以为我失踪了 把我在那个地方一关 就是一百四十三天 这里面的事 来龙去脉只有我知道 我儿子不可能是故意杀人 我儿子始终是讨说法 在2008年11月23号 突然通知我去看儿子 做了下午两点多的飞机去上海 第二天 带我去了上海提兰桥监狱 见了儿子 当时见完后 我和主审法官说 我一直被非法拒禁 昨天才给我放出来 我还有重要的话没说 重要的证据没叫 我认为儿子的事儿上 我必须说话 可他会拒禁 我和主审法官说 很快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